咱们来小屋这么多天 吃过很多饭 那你们 就是记忆最深刻的是哪顿 不开始聊深刻了 今天这顿 对 其实就是今天 这顿最那个什么 主要是今天这顿 大家都参与了 是一起做的 对 我跟你们不是这样 这是一顿早饭 好像知道是哪顿了 是那个我们前一天晚上 当小白鼠的那个顿 第一次尝试到做饭的快乐 小猪其实 就是我们刚见面的时候 我会觉得小猪这人是一话牢 对 但其实 后面就是通过小屋的生活 然后我又观察到 其实小猪他是 很有自己的一种想法的人 而且就是他 在做着自己很热衷 然后自己很喜欢的事情 然后我会觉得 他是一个想得很明白的一个人 就是他很清楚自己要什么 他也很清楚自己的目标 然后之前我会觉得他很直男 然后但是就是通过他跟高兴的相处之后 我会发现其实他是一个挺暖男 然后挺有幽默感的这样的一个 然后你都暖他身上了 他全感受到 对 好 首先第一 我觉得小马可能会说是我们昨天聊天的时候 哎呀 对 就是昨天我们聊天的三十分钟 好 其实他现在就是搂着锅 感觉他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 去开导我 然后去会关注到我一些情绪 今天不是蒸了一个那个土豆和地瓜 然后我开锅盖去拿的时候 一 二 大姐 你不叫一声 没事 你看 还是没改 你就谈好了 就那一刻感觉很感动 我觉得第一个闪光点 就是他打羽毛球的时候 你们没看到他就是在场上的时候 他整个人是很自信的 整个人都是闪着光的 就觉得他在自己熟悉的领域真的 游刃犹豫的那种感觉非常好 然后还有一个闪光点就是 他在和我相处过程当中 会发现我很多小情绪 或者是我没有注意到的一些小器材 他都会提醒我 都会来照顾到 就这些我觉得也是他的闪光点 被夸得都害了 我来说一个瞬间 是属于大潘跟我的 之间的一个互动吧 就是我第一天 带领大家滑冰的时候 其实那个时候我 非常无助 没有安全感 但是 大潘看到我 就是有感受到我这个情绪的时候 他就给了我一个眼神 高兴 我可期待了 我可见 有人带着我们来滑冰 这个人应该会转圈 不 这样 不 这样 多 结果呢 结果还没你画的好 没事 没关系 他意思就是说 没关系 我们大家都很好 你不用担心 不用考虑太多 就尽情地去跟大家接触 去交流就好了 就那个时候 我 我觉得他是闪光的 他一下子给了我心定的感觉 不知道你没有感受到 感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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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一个交流 对